- 终于轩 - 终于轩 - 语音乐 - 终于轩 - 非常有默契的 - 举到了一起 - 还有我们的孟子坤脱腮少年 - 今天有点rock的感觉 - 三位当中你要选择的是 - 终于轩你那么想挑战我们 - 真的吗 - 那就 就孟子坤吧 你选择的是 我选择的是孟子坤 你不用理他们了 他们一个个都是硬骨头 没办法了 这场比赛的名字就叫硬 硬骨头 对不对 好 孟子坤 为什么高高的聚取的时候 想要挑战周振南 因为我和南南都是属于那种 来的节目挑战自己 不是挑战别人的 所以就 坤坤 电梯到了 开门 这样 来 掌声有请孟子坤 毛布衣准备接课 毛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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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放在哪里的手 不能好好表达的情绪 我本就是一个问题所在 天使 魔鬼 一半一半 肉体和灵魂 内地和外在 都是不确定的善意存在 太多的不确定性 变出不可复制的数号 化身 独一无二的元素 达 孟子坤 达出品 孟子坤第一主打 五位 软弱的像傻瓜 不曾对谁大声的说话 认为我 热血的 想法干似是像自卖自夸 努力分辨真假 会为生活变化 但也会怪笑的不太像话 在灰烂天空下 忘记所有树沙 想看外界的定价 用过做事的风格全凭直觉安排 也从来没有感到什么意外 做我任性也罢不快又难猜 那也是我一个人自己来 没人看好也罢 我不会畅扬其他 回过头看看根本不会怕 自己猜最佳 我是每一个心法 想到最后是赢家 我做事的风格全凭直觉安排 我做事的风格全凭直觉安排 也从来没有感到什么意外 做我任性也罢不快又难猜 那也是你不懂我的安排 我做事的风格全凭直觉安排 你会从来没有感到脸 从来没有感到什么意外 剩我任性也罚不快又难猜 那这是 A guitar ech guitar 我做事的风格全凭日全安排 也从来没有看到什么意外 说我任性也发不怪 有的在那也是我一个人自己爱 我自己爱 谢谢我们两位老师 也谢谢我们的编曲老师 Nick老师 孟子坤的场排叫答是最不稳定的一个化学元素 可是我想说要这安稳的人生做什么 最不稳定代表着最不平凡 他是答他是孟子坤 掌声 三位先听听看他为什么要选这首作为他场排的主打 好不好 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跟我还蛮像的 对 然后就无论唱情歌还唱摇滚或者以后再唱别的说唱什么的 我觉得我自己什么可以加油自己心里清楚 那喜欢我的就是不喜欢 喜欢我的就是喜欢不喜欢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唱好我自己就够了 好我们来听听看我们三位新推官对你的点评 首先是我们的花花 我其实心里面很开心替你今天唱完 因为其实昨天我在看你彩排的时候 彩排完我昨天晚上一直都很担心你 因为确实你昨天彩排的时候表现的不是太好 包括台风 我今天很意外 你竟然真的花了一晚上的时间 大家可能没有看过昨天孟子坤彩排 我我我我他整个他因为他是第一次唱摇滚 然后他整个昨天彩排的台风就是很松散的 就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然后我就很担心他昨天彩排完之后一直拉着他 再跟他讲如何来表现 怎么来表现这个舞台 就是没有这么爆是吧 他是收着的 类似没的 我不是收着 他很努力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他没有唱过 然后我昨天晚上就一直自责 因为孟子坤今天唱摇滚 其实是上一场结束之后 我私下跟他说的 我说坤坤我希望你有一些改变 我不希望你总是唱情歌 我作为新推官 其实就相当于你们选手的经纪人 我们经纪人要做的就是希望能够在 你每一个选手能够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那我我我所以我希望他有变化 然后他挑了一首摇滚 跟他以前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所以今天你表演完我真的惊呆了 我刚刚看的真的惊呆了 因为因为你昨跟昨天差距太大了 然后没话说真的太棒了 太棒了 天生吃舞台这口饭呢 真的 对的作为一个艺人在台上一定要观察四方 刚刚有一个旁边的人说 达达哥我想说哇我有粉丝了 他说往后面退一点我要拍他 化妆师不给我补妆 观众要我往后退 OK啦 在台上还比人家差一颗头 老爵 OK 子昆你今天的遗憾是 你第一个音高音的时候把自己吊住了 还是在经理人上 可能你是不是上台前没有开嗓 开了是 我告诉你你真的是帅的 就是你这个娃娃的脸庞 配上一个像Ring一样的身材 哎呀我就不知道好羡慕他 你懂不懂 就他一个蹲 他腿长嘛 一个蹲你真的哎呀就帅了 你懂吗 但是他的优势 当然缺点还是在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还是有点遗憾 你刚刚那个表演 其实有一点吃挺炸的 可是你中间还有一点点不确定 比如说你最后敲骨头 总觉得有敲几下 然后中间有一下 还敢敲不敢敲 还敲得迷人 但是没关系 你可以再慢慢练习 但整体表现还是已经很棒的 好吧 下次不要再把自己吊着了 这个错误已经犯了两次了 何必呢 就一个赢就一个 少女蜜 很帅很喜欢 但是他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跟老徐也跟他说了同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希望他能够做到极致 就是既然我们要做这个东西 就是让大家看到跟之前完全不同的孟子坤 今天给我们非常大的惊喜 然后希望下一场又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 对 谢谢 很帅 非常帅 谢谢 我们接下来邀请我们的周震南 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 周震南 对决 孟子坤 对 这样才是公平的较量 很懂事 对 很懂事 来我们邀请我们的三位新推官 各自独立的来为两大厂牌 来打分V和打 谁的此场深场 这一场略大一点呢 我们来听听看扎兴老铁团 我本来不想第一个说的 但是我忍不住 我要先说 你不想第一个说那就不要第一个说了 不不不 我就要第一个说 周震南 我今天说了我是要来打扣的 我现在就要为你打一段 一声只爱一个男 我们的老公周震南 等一下 你刚刚不是还是赫兹的歌迷吗 我以为你今天穿成这样 是要嫁给赫兹呢 我是赫兹的歌迷 周震南的你懂 你说完了 现在年轻人都好随便呢 你说完了 你说完了 你点评的太好了 是不是 非常好 是的 因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路过的路人 就是相当于他们在那表演呢 然后我路过 我看一眼 就决定 他是不是我要追随的偶像 对吧 我们做厂牌 在很多实际的层面上是这样的 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很认可的 这两段表演当中 可能都有问题 我觉得孟子坤在 那个摇滚可以更燃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他的肢体可能还是有点嫩 就是 我觉得你应该再 蹦一点 如果你能的话 然后周震南 我觉得那个 说唱的老师 已经讲得很好了 唯一一个问题是 我觉得歌词 还是有一点担保 就歌词有一点 我觉得挺好的 就担保 就一定可以更好 因为他刚才说 我要给自己立一个试 就是要证明给所有 恨我的人看 是不是 我可以做得更好 那你就做得更好 好吧 下一次 我怎么觉得那个 跟洛杉矶老太太也差不多 我说一下搞摇滚这哥们 我小时候搞你这套的时候 你可能还不识字嘛 对吧 但是就是我说一下 你刚才那整个的一个表演 我一直在看 给我一种感觉 我想到一个成语 叫拔苗助长 就是 心里头总是有一丝担心 我觉得你在用 用尽你所有的力气 去完成一件 你不一定能完成的那么好的事 这歌对你来讲 真的有一点点太难了 就是 我觉得你在表现那种燃 那种震撼 那种摇滚的那种气息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也并不是很相信它 你有一些动作 其实你就是想 我把它演完就好了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下次想挑战 这种摇滚类型的歌曲 挑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你应该差不多 平时彩排的时候 用70分的力量就可以完成它 在现场的时候 你再使出100分的力量 而不是说 平时你要使100分的时候 在台上你要使出110分的时候 力量才能完成它 这样对你的嗓音什么的 都是有很大伤害的 赵英俊叔叔 你年轻的时候玩腰滚 也是这个发型 和这条裤子和这双袜子吗 怎样不行吗 反正我说完了 不会扣我钱 你知道 赵英俊刚刚在 非常地认真讲的时候 两位都全神灌注听的时候 突然震难掌握说 我说怎么了 我真的不该选孟主公 我想说怎么了 是不是有情绪 他太高了 还可以 还可以 总结出的一句金句 太高了 还可以 应该在乎的都不是我们在乎的 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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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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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1米9吧 不要 3米 他3米 他3米 所以你2米5吗 对 因为你 好 接下来在周震南和孟子坤的强强对战当中 只有一个人能够成为本场第三个成功竞技 偶像场排的究竟是谁呢 谁呢 谁呢 我们要请他们来选择一下他们认为三位新推官当中对自己最有力的得分了 首先有请我们的率先演唱的周震南来选择三位新推官 你觉得哪一位打分对你最有力 他最是把你当他的菜 这个好难 但其实我选择薛之谦老师吧 因为 其实这有个原因 因为就是这么多比赛每次就到现在为止 每一次结束过后老师都会跟我打一个分 就比如说这场不错80分了 下一场不错进步了5分了 就到85了 其实我真的蛮想看一下我今天到底能在您这儿是多少分呢 你确定吗 我确定 我是全场可能最严格的 因为目前为止我出的分数都是最低的 对你不利的 没有关系 其实我觉得今天来这儿您是赢周震南 书是书周震南 有种 有种 他选择的是薛之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大秘密和花花的打分 首先看看大秘密 秘密给到周震南的得分是95 花花给到周震南的是97 老薛的一会儿再看 孟子坤要选择一个你觉得给你打最高分的那一位新推官你觉得是 我也不知道 嗯 花花哥吧 为什么 因为 其实我一直想突破自己 然后是花花哥 激发了你 对 对 对 建议我 让我有那个信心去去挑战一下自己的另一方面 所以我想看看在 对花花哥的心中我这场完成是怎么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大秘密给到孟子坤的打分 90 老薛给到孟子坤的92 接下来我们将来看一看 老薛给到周震南以及花花给到孟子坤的分数 分数较高的那一位直接进入到偶像场牌里 表示他今天竞技成功了 首先我们要看看的是 老薛给到周震南的是 95 我说过我的世界里没有买分95已经很高了 谢谢老师 而花花给到孟子坤的得分就是 97 恭喜孟子坤 我们将成为奔赏第三个进击成功的欧像场牌 带着他最乎稳定的化学耶稣 他 给你最痛快的人生吧 恭喜孟子坤 也谢谢周震南 继续带定 我们把热烈掌声送给我们的孟子坤 好 好 好